接连发生的离奇杀人案件 让警方长时间不得寸净 不得不调派精神病天才侦探郭文斌过来协助 案件之所以离奇 是因为嫌疑人已经在公安局里等候审问 也就是说 这起杀人案根本不存在作案时间 难道他能隔空杀人不成 而郭文斌之所以被其他人误会成精神病 是因为他作为超记忆症的拥有者 过往人生中每一个见到的人 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清晰地记得 这也让他帮助警察破获过不少大案 可是后来在帮助警方破案时 郭文斌亲眼目睹了弟弟的死亡 这让他产生了心理创伤 于是他因为精神不好就逐渐隐退 甚至发展到分裂出了好几个人格 直到今天他被警方委托 来监狱见到了自首的罪犯阿美 阿美说他对郭文斌的事情早有耳闻 还告诉他自己只是看不过柯林犯了罪 却没有受到惩罚 既然法律退缩了 那么他就召唤出来自地狱的鬼法官帮忙成乐阳善 至于郭文斌 他是要为自己的弟弟报仇 警方答应他解决了这起杀人案件 就能够重启调查他弟弟被杀事件 而在见到阿美之前 郭文斌已经见识到了死者的尸体 整个身上遍布着伤痕 法医给出的鉴定结果更是离奇 甚至这个法医直接说死者是被超能力控制 选择了被动自杀 只是下一秒 他转头又说自己相信科学 所以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查看完尸体的郭文斌见到了罪犯 对超记忆症群体异常崇拜的阿美 他告诉郭文斌 今天晚上十点还会有个人被杀害 至于自己能给出的信息 都在那幅画中 这让郭文斌沉默了 毕竟就算是在天才的侦探 也无法靠着一幅画确认潜在受害者 就在这时探视时间结束 阿美在临走时 毫无意义地说了一段话 俄俄司的马车驶过人间 想要再看一眼自己的爱人 但是爱人被疾病缠身 为了永生和摆脱病痛的折磨 选择被弃誓言的爱人 已经在棺木中腐烂 听着这段话 郭文斌若有所思 当即潜入自己的精神世界 和每个人独立的精神体交流 在精神世界 他看到了墙壁上的油画 分裂精神告诉他 俄俄司是被人间王子抛弃了女神 至于警长找他时送来的 那幅画所写的《一千零一时》 应该就是日期 郭文斌推测 在10月10号这一天 有着类似希腊神话中 伤害过女神这种事迹的人会死 柯林也是因为犯过罪行 才被离奇杀害 那么问题来了 阿美是如何做到隔空杀人的 从精神世界苏醒的郭文斌醒了醒神 一旁的心理医生警告他 不要再用这种手段 不然会对大脑有所影响 后来警队分了一个助理给他 目的是监视郭文斌 强塞过来的人他不好不待 于是二人结伴向着事发地点赶去 在路上 郭文斌想起话中的讯息 开始调查10月10号曾经发生的案件 其中就有一个开车制人死亡案件中 凶手由于精神病的原因免于法律的制裁 郭文斌大胆推测 这个富二代就是今晚的死者 于是他来到富二代休养的精神病院 可是在房门口 即便出示了警证 依旧被管家和保镖拦住 救人心切的郭文斌没有时间跟他们废话 直接动起手来准备强行破门而入 保镖尽职尽责地阻止着二人 郭文斌一边解决着保镖 一边盯着越发靠近10点的时间 最终 精神病院的钟声敲响 而郭文斌也没有耐心等待 立刻破门而入 他一进门就发现 富二代精神恍惚地拿枪打伤了保镖和护士 最后竟从高楼跳下 此时在富二代的眼中 他看了一幅游戏的宣传测试后 房间中的保镖和护士就都发生了试变 扭曲着向着自己追杀而来 最后他自己则是被一双大手直接撕扯下了楼 就这样 他砸在楼下的轿车上 没有了呼吸 经过法医的检查 确认富二代并没有吃精神类的药物 也就不存在药物置换的可能 阿美两次预言过的人都离奇死亡 让他一夜成名 可是郭文斌也不是一无所获 在柯林和富二代的死亡现场 他发现了同样的一幅画作 那是一幅诡异的游戏插画 顺着游戏插画的发行商调查 郭文斌来到了即将发行作品的游戏公司 在公司里 他见到了其负责人凯文 凯文告诉郭文斌 这个游戏的主人公 职业为媒体记者 利用职业的便利 主人公深入各类离奇死亡的谜团 最后破解鬼面人行凶的真相 只不过在这个故事的最后 记者发现自己才是鬼面人 所以在游戏中扮演鬼面人的玩家 需要做出选择 郭文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要归顺魔神 继续做鬼面人 再杀死凶手进行报仇 却不想这个标准答案被凯文否决了 他告诉郭文斌 如果自己是玩家的话 会先借助魔神的力量击杀凶手 之后自杀 这样玩家才能永远地摆脱魔神 这种意外的思路 让郭文斌不得不审视凯文的精神状态 同时他还调查到 自首的凶手阿美 也曾经在这家游戏公司任职 只不过负责的是另一个游戏小组 从凯文处离开后 郭文斌委托心理医生找的催眠专家有了着落 还围观了他的一场催眠 很明显 催眠很成功 通过心理医生 郭文斌搭上了催眠室詹姆斯这条线 对方告诉他 自己可以通过为患者设定催眠暗号 来进行深度意识的催眠 每个人的催眠符号都不一样 郭文斌询问詹姆斯 如果靠着催眠 能否让被催眠者选择自杀 詹姆斯一愣 说做是可以做到 但是过程非常麻烦和困难 线索在富二代这里断开 郭文斌拿着所有线索找到阿美 而阿美却丝毫不谈 反而拿出了另外一幅画 这是全新的目标 只不过这次并没有时间限制 郭文斌通过在阿美家里的走访了解到 不久前阿美在一家福利院里工作过 而在福利院中 郭文斌得知前院长鲍宇明 曾经涉嫌猥亵儿童 想到什么的郭文斌 马不停蹄地前往鲍宇明家中 却发现目标已经自杀身亡 在现场痕迹中 郭文斌发现在目标死亡后 有人来到过这个房间 通过法医鉴定 鲍宇明的死亡时间确认是半个月前 至此线索又断了 无奈的他只能再次找到阿美 只不过此时的阿美却被悲伤的气氛包围 他拿出一幅画 画上是一个小孩被一个恶魔拥抱 带有猥亵行为的动作让郭文斌愤怒 他不明白阿美为什么要把目标 定在天真无邪的女孩身上 后来 根据调查 郭文斌得知阿美曾经生下过一个孩子 后来被父母送去了福利院 他大胆猜想 这次画中的目标 就是阿美的女儿 把所有的信息审核一遍 郭文斌在阿美这里得到了突破性进展 知道自己的所有信息都被猜到 于是 阿美也不装了 他说自己是替人自首 真正给出预言的人还在逍遥法外 所以 阿美希望警察能在12个小时之内 救出自己的女儿 根据小女孩所在福利院的监控 郭文斌很快就盯上了一个轿车 以及带着小女孩离开的高个子女人 经过超记忆症的仔细分析 他发现这个女人曾经是催眠大师詹姆斯的病人 可是对方却拒绝透露病人的隐私 郭文斌只能以对方涉嫌杀人为由 强行带走资料 可就在这时钟声响起 一阵天旋地转 等郭文斌再醒来 自己已经来到了心理医生的房间 只不过这不是现实世界 透过层层潜意识的折叠 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哪一层空间之中 就在这时 他的身体猛的一阵抽搐 最终从精神世界中挣脱 见到了心理医生 此时他回忆自己在精神世界中见到的 那一张失踪的豹宇明慧款单 立刻回到警局调取了相关的银行账户流水 发觉有一个叫王哲的人 经常给豹宇明慧钱 而王哲的身份也不简单 他是福利院的前任负责人 通过照片郭文斌发现 王哲只有四根手指 从那些被猥亵的小孩身上的伤口来看 造成这些伤的人也是四个手指 这下真相大白 当年猥亵这些儿童的人 正是王哲 也就说明王哲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 就在郭文斌前往王哲家中时 突然被身侧窜出的皮卡状犯 等到他追赶着来到王哲家 就发现目标已经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鞦韆上 而他背后站着呢 正是游戏公司的负责人凯文 此时的王哲身上插了不知道多少把刀 刀刀未知致命 而凯文之所以报复这些人 是因为他正是小时候 被王哲猥亵过的小孩之一 他告诉郭文斌 当自己身处地狱时 身后的恶魔 会在他的眼前照上一方丝巾 为了拯救人质 郭文斌开枪打伤了凯文 可是对方并没有放弃 而是起身拿出打火机 准备点燃身旁的木头鞦韆 在二人争抢中 郭文斌再次陷入幻境 这是凯文给他设下的心理暗号 在幻境中 凯文和郭文斌争斗 摔下高楼 凯文整个人被刺穿 而晕过去的郭文斌苏醒后 发现眼前也是假象 因为心理医生从来不会给自己倒冰水 最终在冰水的刺激下 成功苏醒的郭文斌 还是没能阻止凯文的复仇 他禁止走向王者 把自己和那地狱的恶魔通通点燃 把这罪恶彻底埋藏在火海之中 随着凯文的死亡 被绑架的小女孩成功回到了阿美的怀抱 只是让郭文斌想不明白的是 凯文为什么要杀死富二代于柯林 再加上凯文的催眠师父詹姆斯 他又有什么特殊的故事 拿着郭文斌弟弟被害案资料的詹姆斯 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让我们期待导演的续集